中国重型攻击直升机悄然亮相 是存在需求的迫切 还是源于思想的惯性 这几天呢 一段国产新型武装直升机是非的视频 还有几张照片 引起了国内外不少军事分析人士的关注跟讨论 国内很多媒体认为 这种目前被网上称为直21的 重型武装攻击直升机 从外形上看还真有点海纳摆穿了 它的头部电子设备的布局 看上去呢 就有点近似俄罗斯的米28号杰直升机的风格 驾驶员坐舱呢 也不像五直十那样带有一些个欧洲味道 更像美国的阿帕奇 有人就评论说 后座飞行员的前向视野 貌似是被严重遮挡了 这其实不是大问题 因为现在使用混合显示技术 飞行员的这个头盔显示器上 已经完全能够提供全向的视野 甚至是可以看到脚下地面图像的 从侧面来看呢 它的机身到尾梁的过渡 更类似美国的黑鹰直升机 或者有点像中国的海军型直20 而不是解放军陆军航空兵 已经大量使用的老直20 由于海军型直20出现的更晚一些 所以直21的特征似乎说明 解放军已经更倾向于新的设计风格了 尾部设计跟直20一样 有点类似美国黑鹰 从仰视角度看 机身比5直10当然要宽一些 比直20还是没有太多了 如果我们看看当年美国人用黑鹰直升机 改出来的S71攻击直升机的样机 这个风格呢也挺相似的 所以网上针对这种混合风格 已经给直21起了很多外号 由于不太好听我就不转述了 其实按照解放军现在的习惯 武装直升机的外号 可能还是要从水博梁山好汉的名号里边选一个的 围绕直21 现在有一个争论值得我们保持观察 有人觉得重型攻击直升机的价值 已经被各种无人机大幅度压缩 有人觉得重型攻击直升机需求还是很迫切的 不然不会去研制 这就涉及到了技术发展对未来战争样式的影响 所以现在下结论 谁一定是对的谁一定是错的 维持过早 不过这也不妨碍各方进行学术争论 以后的几年之中 我们应该有机会看到战场上的实际表现 还有战争样式的发展趋势到底是什么 从直21的设计风格 其实不难看出一点 就是相关单位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风格 而是用看到的各种元素进行了组合 这样的整合好用就行 不过先进性方面 恐怕就谈不上多少独创的优势了 这就有可能导致直21在作战使用方面 跟直10相比难以形成明显的差距 没有什么革命性的突破 这也说明对战争样式和武装直升机的理解 很有可能就是停留在以阿帕奇米28为代表的时代中 从研制时间看着也是如此 既然直20已经飞上天了 说明他从立项到现在 研制过程怎么也该有10年左右了 那么设计思想肯定是在10年前确立的 当时可没有多少人意识到 无人机对装甲目标的威胁 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 甚至是直到2021年10月 我说俄乌一旦开打 无人机会让俄罗斯没法发挥装甲力量优势 当时多数人也是坚决不信的 而这两年俄乌战争显示了 无人机的价值和武装直升机的尴尬之后 直21也基本成型了 美国前一段时间宣布放弃 先进武装直升机研制计划 同样也是考虑到了无人机的发展 让直升机作用淡化了 加上国内外各种查打一体无人机 无人直升机大量涌现 比如国产的两架金英500无人直升机 携带量就足以跟直21相比 那个性价比就比直21高多了 所以我现在还觉得直21 有可能就是一种当年10年前惯性思维的成果 不过考虑无人机的发展的同时 还要考虑另一种可能性 我们未来在战场上面对的电子干扰 电子对抗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干扰无人机执行任务 这还是要打个问号 所以要用一个有人驾驶的直升机去兜底 让自己能够两条腿走路 这也说明一点 在解放军的眼中 中国的电子战能力 还没有我们互联网上某些博主说的那么牛 其实中国也不是没有高性能直升机方面的探索 2016年在第三届中航工业杯国际无人机大奖赛上 我当评委的时候 我还是亲眼看到了某单位的高速直升机模型 是非的时候 他要是没有侧翻摔碎 我们还是很愿意给他个高分 让他拿个奖的 我们得见不见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